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在過去兩週 當世界和美國 都在聚焦拜登阿富汗撤軍的災難時 還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情正在悄悄進行 一個是聯邦調查局對1月6日事件的調查 已經有了結果 另一個是佩洛西的一份政治黑名單被曝光 涉及川普的白宮和眾多大名鼎鼎的保守派人士 不過 在說這兩件事之前 我們先來更新一下阿富汗撤離的消息 8月28日 星期六 美軍撤離阿富汗倒數第三天 喀布爾機場的危險可能進一步升高 而讓調查組困惑的是 那名攜帶11.3公斤炸藥的炸彈客 是如何通過塔利班的檢查哨 穿過大批人群 走向美國部隊控制的大門而引爆炸彈的 28日 美國駐阿富汗喀布爾大使館警告說 由於特定的、可信的威脅 喀布爾機場附近的所有美國公民 包括南大門、清內政部 以及機場西北側的潘傑西爾加油站附近的人們 應該立即離開機場區域 美軍戰地指揮官也警告說 在接下來的24至36小時之內 極有可能發生第二次襲擊 而在此前的幾個小時 五角大樓發言人約翰·科比警告說 該地區的恐怖主義威脅仍然活躍和動態的 美軍官員表示有一些機場大門已經關閉 還有更多安全措施到位 塔利班檢查哨的限制也更加嚴格 機場附近的人群已經變少了 美軍也要求塔利班封鎖部分道路 以防汽車炸彈攻擊 4月28日下午 五角大樓證實 13名陣亡美軍的遺體正在前往 位於特拉華州的多佛空軍基地的途中 五角大樓發言人約翰·科比說 不會具體說明抵達時間或拜登是否會出席 白宮也尚未確認拜登是否會出現在機場 而川普總統在任時 他一定會到機場迎接 比如2020年2月10日晚上 當兩名在阿富汗犧牲的美軍士兵的遺體 抵達多佛空軍基地時 川普總統連夜趕到機場 向士兵的遺體致敬 下面 我們再來說一下 聯邦調查局對1月6日的國會事件的調查 還有是佩洛西的政治黑名單 日前 路透社獨家報導說 聯邦調查局FBI發現 鮮少有證據表明 1月6日衝擊國會大廈是協調一致的行動 報導說 有4名現任和前任的執法官員說 聯邦調查局沒有發現證據 證明1月6日衝擊國會是有組織的 企圖推翻政府的行動 這4名官員 有的直接參與了這個調查 有的定期聽取了有關廣泛調查的簡報 按照他們的說法 調查局迄今已經逮捕了 570多名涉嫌參與者 但是 現在FBI認為 一六暴力事件並不是由極右翼團體 或時任總統唐納德·川普的重要支持者 集中協調的 一位了解情況的前高級執法官員說 其中95%是一次性事件 那麼可能有5%的民兵團體組織的更加緊密 但是 羅傑斯通和亞歷克斯·瓊斯 還有所有這些人都沒有衝進國會大廈 並且劫持人質的宏偉計劃 羅傑斯通是一位資深的共和黨政治顧問、 作家和說客 足智多謀 手腕高潮 他是川普的老朋友 曾幫助過川普2016年的助選 並且有力打擊了希拉里 從而遭到了民主黨的忌恨 但是在通俄門的調查中 斯通被司法部定罪 川普一直為他鳴不平 2020年12月被川普總統特赦 亞歷克斯·瓊斯是一名電台主播、 電視製作人和作家 他相信 政府和大型科學家 密謀製造金融危機和恐怖襲擊 來煽動並利用民眾的恐慌 進而實現世界新秩序 從而被左媒稱為 陰謀論驅動者 瓊斯也是川普的盟友 1月5日 斯通和瓊斯在華盛頓 參加了支持川普的活動 但FBI沒有發現他們的其他問題 FBI的調查人員只發現一些抗議者 包括極右翼團體誓言守護者和驕傲男孩的追隨者 他們有意圖闖進國會大廈 但是進到國會大廈後 做什麼 他們並沒有計劃 調查人員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 這些團體有陰謀推翻選舉結果 在衝擊國會發生之後的幾個星期 檢察官們曾討論過提出煽動陰謀這類指控 但最近他們已經沒有做這方面的指控討論了 檢察官們指控了40人共謀 指控被告在襲擊發生之前的幾個星期 討論了他們的計劃 檢察官聲稱驕傲男孩的一名領導人 提前了幾個星期就在招募成員 但是 檢察官沒有聲稱這個行動 是更廣泛陰謀的一部分 檢察官們還選擇不提起敲詐勒索指控 這個罪名通常是用來打擊有組織的犯罪團夥的 除此之外 檢察官們也沒有指控任何個人或團體 在組織或領導騷亂中發揮核心作用 一位民主黨國會的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 告急立法者已經詳細了解了FBI 迄今為止的調查結果 並認為這些結果是可信的 而司法部在這之前就說過 迄今為止已經有170多人被指控襲擊或妨礙警察 但並沒有指控他們參與企圖推翻政府的行動 實際上 從路透社的報導來看 對被告起訴書中提到的一些重要內容 那四名官員並沒有告訴路透社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還記得 我們在6月17日曾做過一期節目 介紹福克斯新聞主播卡爾森 說鼓動1月6日衝擊國會的人是聯調局的縣人 甚至還有臥底特工 這些內容出現在檢察官的起訴書中 所以 如果要以煽動陰謀等推翻政府的罪名 提出起訴的話 那麼被告應該是那些臥底和縣人 但這些人並沒有被抓 他們也是奉命而為 FBI選擇在國會議員、媒體和公眾 都聚焦拜登從阿富汗失敗撤軍時 通過路透社以這種非常低調的方式 交代了他們對1月6日國會衝擊事件的調查結果 至於聯調局這種通過臥底鼓動 進行犯罪活動的誘補手段 在聯調局意圖破獲在美國的國際恐怖組織時 經常使用 目的是瓦解恐怖組織 但當這種手段用在國內民間組織時 因為這些民間機構的理念是右翼的觀點 並且擁有槍職 那麼聯調局這樣做的動機 首先就會遭到質疑 至於民主黨人想給川普定罪 企圖把一六事件歸因於川普 這在佩洛西控制的眾議院 就從來沒有停息過 儘管調查人員都說了 聯調局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川普 或是他周圍的人參與組織了暴力活動 國會高層也已經認可了這個調查結果 但是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還是不甘心 她的一六專責委員會現在正在忙碌中 8月25日 一六委員會擴大了調查範圍 發出了第一個廣泛的通訊記錄請求 要求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NARA 提供川普白宮的廣泛通訊 包括來自眾多保守派人士的任何涉及2020年大選的通訊 並且要求在兩個星期之內就提供 8月27日 政治網站Politico的記者 曬出了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政治黑名單 而這個網站的記者卡爾·切尼發推文說 在大量的請求中 這個委員會正在尋求川普的白宮 和這群局外人之間為期9個月的接觸記錄 其中包括了恩里克·塔里奧、喬治·帕帕多普洛斯 和捷克·波索比茨 塔里奧是交往男孩組織的負責人 帕帕多普洛斯是川普總統的競選團隊顧問 因為通俄門而背叛監禁和罰款 2020年12月被川普特赦 波索比茨是一名資深媒體者 目前是One American News Network的記者 被左媒媒體攻擊為陰謀論者 然而16委員會提供的索取名單中 並非所有人都是局外人 來自喬治亞州的前民主黨州眾議員弗農·琼斯 是2020年喬州的共和黨候選人 前紐約警察局局長伯納德·凱里克 也被包括在內 共和黨專家吉娜·勞登也在其中 這份名單被右翼媒體稱為 佩洛西的政治黑名單 一共有幾十個名字 要求提供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1月20日期間 有關2020年選舉的所有文件和通訊 川普2020年競選顧問卡特里納·皮爾森 和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爾·弗林將軍 也被包括在內 16委員會主席 來自密西西比州的民主黨眾議員 本尼·湯普森在信中稱 這些請求最初是在3月25日提出來的 這個請求很緊急 還要求美國檔案館加快處理 這些通訊記錄究竟包括了什麼內容呢? 可以說是非常廣泛並具體的 我們舉個例子 其中的一項要求 要求檔案館提供2021年1月6日 為副總統麥克·彭斯或隨行人員拍攝 或記錄的所有照片、視頻和其他媒體內容 包括這些內容的任何數字時間戳 一位名叫謝姆·霍恩的人 在回應Politico的記者時發推文說 1月6日的獵巫行動現在正在社交媒體上 追捕川普總統的一些最大的支持者 這太瘋狂了 還有些人回憶說 16委員會正在要求川普白宮和記者之間的通信 很多記者都在這個名單上 這是一場令人不寒而栗的權力爭奪 抵抗! 印第安娜州的國會眾議員吉姆·班克斯認為 黑洛西的這個做法很危險 他提醒說 這個大家應該注意了 南希·佩洛西和本尼·湯普森 正在監視他們的政治對手 所做的事情比水門事件還要糟糕 佩洛西16委員會這個通訊記錄請求 發生在FBI的調查結果後 領導局說發現煽動陰謀的證據很少 可見佩洛西的目的就是要置川普總統於死地 置愛國者們於死地 可以說 佩洛西才是真正的陰謀家 不過 我們相信 佩洛西們最終將一無所獲 就像今年2月份的彈劾案 民主黨斷章取役 移花揭幕 編造偽證 結果在參議院審理的時候 全部都被川普的律師當場揭穿 古人常說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有些報應來的還真的挺快的 也許是對當事人的警醒吧 就說佩洛西的16委員會 裡面有兩個共和黨議員 都是佩洛西任命的 除了小切尼之外 還有伊利諾伊州的著名犀牛亞當·金辛格 8月17日 金辛格所在的國會選區 在重新化區中直接就被取消掉了 這下為川普總統省了勁 就不用在初選中再去淘汰他了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